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上这课上学了 接口是如何声明的 对不对 它是一种特殊的抽象类 那特殊在哪 接口中的所有方法 必须是抽象方法 接口中的所有的成员属性 必须是常量 对吧 那接口中的所有的权限 必须是公有的 因为让子雷去用 那声明接口的关键字 不是使用class 而是使用interface 听着吗 好 那这几个咱们继续讨论 接口的话题 对吧 那咱们可以声明一个接口 这是咱们前面声明的 对不对 对啊 那咱们可以用接口或者抽音乐之间也可以存在继承关系 听着吗 比如说我这块写着 interface 接口比如说定一个test对吧 识别是接口可以继承 谁呀 代目 你看 接口和接口之间的继承也是使用一个tens 对吧 所以这块我们记录一下 接口应用的一些细节 什么呢 第一个 什么就是可以使用 谁呀 estens这个怎么让一个接口继承另一个接口 那你看有了这种继承的关系 是不是我们对接口的规范还可以追加扩展呢 咱说接口是不是定一个规范呢 是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规范机上 比如原来五条 我再追加两条 对吧 嗯 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 比如这里边 上面有testtest2 test3 对不对 我再加一个追加一个test4 当然这个现在没有实际意义 等咱们下个开始讲多态的时候 再给你取一些有意义的 咱们现在目的只是为了说明语法结构 好吧 好 这样 那么 现在如果我想 让它能创建对象应用到这些方法 把这些方法按照子类自己方式 实际是不是也得有机场了 对不对 那我这么写 class 因为我现在要写的是不是实现了 这写错了 什么 是不是不是写抽象方法了 那有非抽象方法存在还能是接口了吗 不能是接口是不是就得有class这个词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有个hello的类 对不对 我es t e n d s 继承什么test 这对吗 不对 怎么呢 为什么不对呢 这继承很明显是对的 对不对 为什么不对呢 干啥了 类和接口之间的关系 刚才是接口和接口 这个是什么 接口和接口 这个关系对不对 那接口和接口存在覆盖的关系吗 只有什么 扩展 扩展新的抽象方法 对不对 没有覆盖的关系 是不是这样的 对吧 而第二个 可以使用一个类 一个类 来实现接口中的全部方法 对吧 也可以使用一个抽象类 来干嘛 实现接口中的部分方法 因为你实现的部分方法 是不是有抽象的 有不抽象的 是不是觉得是一个抽象类 这句话没问题吧 对不对 然后这话是什么 这话什么关系 是类与接口 对吧 或什么 抽象类与接口 那类与接口也好 或者抽类与接口也好 对不对 怎么呢 存不存在覆盖的关系 对吧 有没有覆盖 抽象类覆盖部分 那个正常类覆盖 抽象类接口中的全部 对不对 有覆盖的关系 覆盖 用专一点词语 咱们叫什么 是不是有重写 对不对 再专一点 是不是叫做实现 接口 中的抽象 抽象方法 对不对 所以呢 记住 这点 这是这个关系 对不对 所以第三点什么呢 只要是在子类中 有覆盖的这个动作 那就是用到类了 对不对 那类和接口之关有覆盖 就使用什么词呢 就不要使用 E-S-T-E-N-T-S 这个关键字了 对 那用什么呢 使用实现那个词 I-M-P-L-E-N-T-S 实现 那以后为什么要换词 咱一会再说 对吧 总之现在你看 我这块是不是接口 对接口 对吧 是不是扩展关系 没有实现的动作 没有实现 这只是继承扩展的 对不对 对吧 那我这块 类和接口之间 哪怕是现在 我没实现的话 这是抽象类 A-D-S-T-E-C-T 抽象类和接口之间 对不对 是不是存在需要一个实现的关系 你看 是不是搞错了 它能不能够扩展 从接口 TEST 是不是这意思 那如果我写这个词呢 I-N-P-L-E-N-T-S 是不是实现的词 实现的词 和继承词 关系是相等的 它相当于要 不能说等于相当于 E-S-T-E-N-S 只是词换了 对不对 这个更好说明 用一个抽象类实现TEST 是不是实现的不麻烦 现在我一个都没实现 是不是就意味着 把接口转成抽象类了 因为抽象类是特殊的什么 接口是特殊的抽象类 对不对 所以抽象类包含接口的功能 你看 现在刷新一下 是不是就不出错了 所以词不能用类的 那为什么要换这个词 为什么不用一个探词 那还好记啊 为什么把词换掉呢 因为 ES T-E-N-D-S 这个词是继承 或者是扩展的意思 对不对 对吧 扩展 对吧 是这意思 那就说明什么 这个词 这个词 这个在P2P中 一个类 只能 有一个 负类 一个类只能有一个负类 对不对 如果你一旦使用这个词 在咱们写中 已经继承了什么类的时候 对吧 那你就不能再实现什么接口 是不是意思 或者用它实现什么结果的时候 你就不能再继承别的类了 因为一个类是不是只能有一个负类 对吧 而在咱们这里边 你看好了 我是不是把这个词换掉了 所以我可以在继承一个类的同时 再遵循什么什么规范 就什么 比如说我前面有一个类 这块 class什么 假如说有个word吧 我就随便定一类了 里边有个方法 test5 这个方法是不是有方法体的 大块是不是有方法体的 对不对 你看 我可以怎么办 让哈罗类 ESTNTS继承 word 是不是继承一个类 再实现这个接口 是不是这里边就有test5的功能 再实现这个接口 我就可以实现这个接口里边的test的方法 还可以实现接口里边test2的方法 对不对 如果我这个实现两个是可以的 如果我不是抽象类的话 我是不是需要实现里边的全部方法 对吧 faction 比如说test还有3方法 然后是不是实现test的 test又实现demo是不是还有4 test4 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类来实现这4个接口并继承了一个关系 所以多了一个词 那该继承怎么写还怎么写 对吧 还能实现什么接口 按这个规范去写上去 所以我实现了test接口 我按这个规范 我就必须得写这4个方法的实现 对吧 然后继承了word类 我还能有test5这个方法给我用 没有这个意思吗 那继承是单继承的 我这句话给你写上 就是第4点吧 好吧 就要注意是想什么呢 一个类可以在继承另一个类的同时使用什么implpmets实现一个接口 看到了吗 嗯 是不是使用这个词就换过来了 实现接口必须实现全部的方法 你子类才能创业对象 是这样的吧 嗯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一定要先继承再实现接口 这一点很重要 你不要把先实现什么接口再继承什么类 对吧 它是有个随意关系的 那你说了 当然是结实结实 为什么有这个随意关系 对吧 为什么继承要放在前面 实现接口要放在后边 对吧 这没什么好解释的 开发peerp的那些工程师就这么规定的就要求你先继承再实现 对吧 这没有什么道理可循的 OK 这是事先就规定好的 这大家不用纠结 这么记就可以了 那就能实现一个接口吗 再继承一个同时 其实可以实现多个接口 真的吗 继承只能继承一个 唯一的处类 但是实现接口呢 参考的规范可以有多的 咱说接口是一个定义规范的 对不对 比如说国家有法律 不如你你触犯犯法 对不对 一犯法就被抓起来 对吧 那你在学校上学 比如妹子 在兄弟 对吧 你就要符合国家的法律 是不是要符合兄弟连的一些规章制度 对吧 是不是得追求两个 所以呢 咱有的时候实现接口的时候 可以实现多个 真的吗 怎么实现 对 第五个 实现 多个 接口 只 只需要 怎么的 使用 逗号 分开 多个 接口 即可 只需要使用逗号 分开 多个 机口 接口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 我再做一个 接口 你看 这里边 interface 比如说 这边有个 abc 是不是一个 接口 里边有faction test 6 是不是创方了 那我实现test的 同时 我再实现abc 就可以了 但是我这个里边要想符合这两个规范 那这两个规范里边有的创方 是不是全得实现的 test6 对吧 那现在我就能创建 哈喽对象 对吧 我可以调到这里边 泰斯的 泰斯的 可能1到泰斯的6的任何方法 对 比如说我调用 啊 h里边的 泰斯的 呃泰斯的2吧 当然了 我实现的时候 这里边就必须有输出 对吧 比如说输出一行二 啊 嗯 我们来运行一下 你看鱼方有没有问题 嗯 这里有个84行 这是咱写错吧 84行 嗯 有一个解析错误 84行 啊 这把 什么 三号写 什么号 对吧 不是咱们是逻辑错误 你看 十八号就出现了 嗯 有一本错误啊 嗯 这就是咱们接口 应用的全部细节 知道吗 你会这些 与法人是没问题了 但是想灵活运用 对 那咱们还得通过多个例子来完成 对吧 那从下这课咱们讲多态 包括咱们多态的时候会举些例子 再应用接口 你就会更加明白了 这只是咱们这节课说明的是接口的语法 对 好吧 好 那你要想了解接口的一些细节文字的呢 咱们在课件里边也都说明了 对不对 包括接口和什么 和抽象类的一些区别 大家也可以按照咱们笔记上的一些记录来去看 好吧 好 那这节课咱们抽象类和抽象方法以及接口 咱们就叫到这里 但是实际应用咱还没有讲到 下几个多态的时候 咱们会详细的介绍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 再见 感谢观看